以前也听过一个台南领友分享的 台南是台湾南部一位领友分享的 他当时已经80岁了 年纪大了 所以身体也很不好 人老了病就来了 一开始人老的时候 我们讲的排尿系统就出现问题了 不能够正常的排尿 所以每天晚上他就是尿床 尿床 每天晚上就是尿床 那过后中风 脑中风结果眼睛就看不见 嘴巴的舌头也歪掉了 讲话不清楚 医生帮他医到都不知道怎么医 医到太久了完全都不能好 结果吸药吃得太多 导致皮肤一直发痒 天天抓到流血了 就生活很惨 一个80岁的老人家被折磨到这个样子 但当你想这个尿床 你就受不了了 各位天天晚上尿床的话 你的床铺每天都要洗的 那是很惨的 结果有一天他有一位朋友 他有一位老朋友 这位老朋友也是一个老人家 肾脏出了问题是学佛的 就有一天这位老朋友梦到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告诉他说 念南无弥陀佛就可以了 结果那位老朋友真的给他念 结果肾脏的问题也就真的好了 所以这位老人家听到很高兴 他说我的朋友可以我也可以 观世音菩萨应该也不会骗人 所以他一开始念这句南无弥陀佛了 当时他80岁了 反正也没有事情做 所以就一直念佛 早上起完吃完早餐就念 用完午餐过后也跟着念 晚上睡觉之前也在念 人没事做 这时间念佛可以说是最好的 这样对自己对他人都好 反正他都已经这个情况了 结果真的念着念着 那我们讲的本来嘴巴舌头歪掉的 结果变得能够正常讲话了 本来眼睛中风是看不清楚的 现在也能够看得到了 后来他皮肤也变成不痒了 在念了一两个月 结果就发现了 本来自己排尿系统是有问题的 天天就尿床的 但过后晚上再也不会尿床了 当时这位老人家当时要说高兴到跳起来了 这个八十岁的老人家还能够因为念佛的法喜 高兴到跳起来 算算一下 说前后大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念佛而已 所以真的 你看这个无量的功德就能够灭无量的罪 我们得生净土的这件事情就交给阿弥陀佛 那世间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 那也念佛交给阿弥陀佛最好的 甚至能够解决的你也交给阿弥陀佛 就事情你照做佛号照念就对了 都是念佛让佛来给我们安排 所以各位当我们明白念佛将不可思议 看功德这么样的大 那我们还能够不念吗 无量的功德灭无量的罪当然就要念了 所以龙树菩萨说事故我常念 我龙树菩萨虽然说什么都会 还被人家称赞为释迦牟尼佛第二 但是我常常念的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因为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当然要念了 不念就吃亏吃大了 所以我们以后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对了 不要以为说念佛就是为了往生净土 我要消消灾就跑去找药师佛 要消灾业跑地上往菩萨 要消到什么土地的业就跑去什么地基组等等的 那你这个就搞错了 既然是无量 当然什么都包过了 小孩子要考试考得好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大人要事业顺利你又念南无阿弥陀佛 太太要家庭和事业你还是南无阿弥陀佛 老人家健康一点你也是南无阿弥陀佛 你什么给他归到南无阿弥陀佛就对了 无量的功德当然是所有无量的罪业都能够消 罪业消了福报增加了 结果也就圆满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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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